有的在蓝天下展翅高飞 有的在原野上尽情驰骋 有的在水中快乐兮兮 它们有的高大雄壮 有的小巧玲珑 有的威武凶猛 有的性情温顺 虽然动物和我们语言不通 但它们与我们和谐相处 是我们亲密的朋友 今天这节作文课 我们就来写写我的动物朋友 有的 我们下来写我 我们下来写写 我先把自己与一样 你下来写写 大雅 站务 ag 我们先来看一幅图片 同学们 这是一只生活中常见的宠物狗 你能来介绍一下这只狗吗 自己说一说 或者跟身边的家长说说吧 对 可能大多数同学 都是从狗的外形特征来介绍的 也有同学通过眼神大胆猜测 他正在等待回家的主人 还有的同学介绍了狗的品种 你们都是善于观察的孩子 同学们 这只狗叫Tony 是一条走失的小狗 它的主人正在到处寻找它 正在焦急地等待它的出现 你能帮助狗主人写一则寻狗启示吗 课前呢 老师已经让我们班的同学 根据这幅图片来写寻狗启示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看 边看边想 为了寻找小狗Tony 你觉得这三者寻狗启示中 哪个内容最适合呢 为什么 想一想 好 好 我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则虽然对小狗从头写到尾 但却没有体现这条狗的特征 好像很多狗甚至很多动物都长成这个样子 这则启示肯定是不合适的 我们再看第二则 它似乎对我们寻找这只狗有些帮助 但如果碰到了相同品种的狗 大小又差不多 可能就不太好区分了 最适合的显然是第三则 因为它能让陌生人通过文字描述 一眼就能辨认出这只狗 因此针对小狗托尼 哪些可以写进寻狗启示呢 我们可以写它什么时间丢失的 在哪里不见的 还有呢 品种啊 大小啊 外形呢 在写外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抓住它的嘴部 胸前 还有它四个脚趾头的花纹 等等这些方面来写 同学们 在写寻狗启示时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一眼认出来 我们可以选择最显眼 最典型的外形特征来进行描写 我们也来回忆一下 在白鹅译文中 作者抓住白鹅最典型的什么特点来写的呢 是的 作者在开篇通过对姿态的描写 让白鹅给我们留下了高傲的印象 竟然以鹅的高傲更表现在它的叫声 步态和知相中 来统领全文 在具体从这三个方面描写了白鹅高傲的特点 表达了喜爱之情 而在描写的过程中 作者采用的是 先总写再分数的写作方法 由此我们知道 为了尽快让别人找到自己丢失的动物 除了抓住外形来写 我们还可以像风子凯先生一样 抓住叫声 步态等方面来写 而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采用先总写再分数的方法 在寻狗启示的帮助下 主人很快找到了托尼 但过了一段时间 托尼的主人要出差一周了 想拜托邻居帮忙喂养 那出发前 他应该给邻居交代清楚什么呢 拜托邻居喂养 目的是请邻居照顾好托尼 哪些必须给邻居交代清楚呢 想想吧 想好了吗 同学们 课前呢 老师让我们班的同学也思考了这个问题 我们来听听我们班的夏宇翔同学 他是怎么介绍的 托尼不爱吃青菜 只喜欢吃肉 只要我一给他吃青菜 他别看也不看一眼 转头就走 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青菜放在饺子里 这样他才肯吃 托尼的脾气有时很好 有时又很调皮 当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他总会咬着我的袖子 把我拽到地上 自己却跳上沙发趴着 眼睛看着我 好像在说 哈哈 主人 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你们不要和我抢 我和妈妈无奈的看着他 只好找个板凳坐下来 每次休息的时候 托尼都要在家里转上好几圈 首先他会挑选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然后拽着我给他铺上垫子 最后奋力一跃 跳到自己的床上 两只前腿交叉一放 趴在腿上 睡上一大脚才行 同学们 夏宜祥同学给邻居介绍了小托尼的哪些方面呢 哦 讲了托尼不爱吃青菜 只喜欢吃肉 这是他的饮食方面 还提到他的脾气 有时很好 有时又很调皮 最后还谈到了他休息 也就是他睡觉 那么概括来说 这些都是托尼的生活习性 同样是小狗托尼 在寻狗启示中 在拜托邻居喂养时 不同的情境 我们要从不同的方面 来选择不同的内容进行介绍 也就是这里要讲清他的生活习性 这样人家才知道如何喂养啊 那么说到喂养啊 白鹅一刻中对白鹅如何进食描写所花 的笔墨有很多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片段 你们读一读吧 好 我们来想一想 白鹅在吃食的时候 需要三样东西下饭 一样是水 一样是泥 一样是草 那么他是怎样吃这三样东西的呀 哎 有同学关注到了 先吃一口冷饭 再喝一口水 然后再到别处去吃一口泥和草 你看看 作者通过如此细致的描写 哎 把白鹅吃食的时候的样子 写得出来了 非常的仔细 那么他的吃法呢 对了 三眼一板 一丝不苟 吃饭时从容不迫 还得要由别人来侍候 所以啊 同学们 咱们在介绍自己家的小动物的时候呢 介绍他的生活习性 也可以说说他是如何喂养吃食 需要怎样的生活环境 明白了吗 托尼的主人呢 因为工作出色 被派往总部工作 但他不能带托尼一起走 想找一个人收养 他应该给收养人讲些什么呢 你们想一想 说一说 好了 同学们 可能有些同学呢 是介绍了托尼的外形 可能还有些同学 是介绍了托尼的生活习性 但是我们来想一想 长期照顾一只小狗 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托尼的新主人 能愿意 能坚持吗 除了让他知道托尼的样子 怎样照顾一只小狗 还得让他感觉到 托尼会给他带来很多的乐趣呀 那我们可以介绍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段范文 大家呢 读一读 好了 同学们 读完了我们来说说我们读后的感受 这段话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 小狗托尼真是太聪明了 然后坐着抓住哪件事来体现他的聪明啊 对了 洗澡 有趣吗 对的 通过这样的趋势啊 他让我们了解了托尼的聪明和可爱 那么对于这样的小狗 你们想收养他吗 估计大家都抢着去收养呢 那么讲到这 有些同学肯定会问了 那么怎样才能把小动物写得有趣呢 我们先来看 读一读这几个句子 老师和你们一起读 读的时候你们想一想 这几个句子有什么特点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 鹅吃饭时 非有一个人事后不可 真是架子十足 如果赶上这么一场 用以耀武扬威的乱子 你就甭想有鱼咬勾了 观察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呢 有人说了 表面上作者好像并不喜欢这些小动物 但实际上课文的字里行间 却藏着对他们深深的爱 所以在写叙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明点时包的方法 这边的那边的字里行 不成功 不成功 我我购取到三块 又要跟你说 可以找到三块 这边的字里行 那边的字里行 我购取了 更加几个人 但是这边的字里行 这样呢,不仅使句子富有幽默感 喜爱之情也悦然直上 我们再来读读这几个句子 看看这几个句子又有什么特点呢 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 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 他若是不高兴呢,无论谁说多少好话 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高纸上 他板正的姿势啦,步态啦,和别的公额攀谈时的强调啦 全是海军上将的派头 同学们,这几个句子当中 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有同学看出来了 都有语气词 那么这些语气词加进去了之后 让这些句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呀 哎,有人说了,更自然,更亲切 哎呀,更有生活化,对不对 那么,生活化的语言啊,具体鲜活的事例就写出了小动物的可爱 所以我们在习作中啊,可以借助语气词 来帮忙 那么,这样可爱,这样有趣,我别人肯定乐意来领养你家的小动物了 那么,同学们 在刚刚的学习中 我们知道了情境不同 交流的目的不同 介绍的方面,选择的内容就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创设的三个情境 老师呢,用思维流程图的方式来表示 我们创设的第一个情境是寻狗启示 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呀 对了,希望别人能一眼认出 于是,我们可以介绍 对了,它的典型的外形特征这个方面 那么,在选择内容上,我们可以抓住它的品种 大小,特殊花纹 再来看看第二个情境 请邻居赞为喂养自己的小动物 我们希望让邻居了解喂养的方法 所以,我可以介绍它的生活习性 然后,我们就可以抓住它在饮食 脾气,睡觉等方面的事情 再来看看第三个情境 请人收养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别人能愿意收养 所以呢,除了介绍样子和生活习性呢 我们还可以突出它的趣事 比方说,洗澡啊,等等 好了,同学们 其实呢,在我们的书上啊 也为我们创设了三个情境 大家可以把书翻到五十九页 一起看一看这三个情境 读一读 读一读 老师呢,也为大家创设了三个小情境 一 想到家里做客的小伙伴炫耀你养的小仓鼠 二 外国朋友从未见过大熊猫 请你介绍下 三 学校举办宠物秀 给自家的小兔子写一篇竞选词 同学们,现在就请你们选择书中的一个情境 或者使用情境小超市里的情境 完成这个思维流程图 之后呢,再向你的家长介绍一下你的动物朋友 明白了吗 开始 Мне 这 事情 我 已经 那 Homer 基本 就是 ör 我 我 no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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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和表达方式也不同 那么概括来说就是要根据需要写出动物的特点 那么根据这样的习作要求啊 老师制定了一张习作评价表 这里一共有五项评价标准 第一点 来介绍动物的特点 当然你也可以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表达出对动物的喜爱之情 最后一条标准也是我们每次习作都要达到的要求 就是书写认真 错别字少 并具不多 有修改的痕迹 每达到一项标准就能拿到一颗心 今天呢 就请大家选择书中的课堂上的或者自己创设的情境 写一篇描写动物的习作 写完后对价评价标准看一看 自己能达到几项标准 能拿几颗心 而对于出现问题的地方呢 可借助修改符号改一改 再把你的习作通过网络发给你的同桌 或者情境中的提到的小伙伴邻居或同学看一看 让他们评一评 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价你的习作的 能给你几颗心 明白了吗 好 今天呢 这节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非常尝 fist